好 各位粉丝们好 首先非常感谢 甘肃老铁机修的 欧火K3 这个解账号锁 它这个账号锁 密码忘了 然后这个电话号码 也没用了 导致手机打不开 刷机以后打不开 激活手机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给它 开一下这个账号锁 然后准备开始 这一步我们将手机关机 关机以后 按住音量键和开机键 音量下键 等待手机进入恢复模式 手机进入恢复模式 然后插上速写线 然后写入解密文件 用电脑写 它写入解密文件以后 它会提示各式化 正在清除附近 请稍候 清除全功 等待手机再次开机 手机会重启 这次重启比较慢 我们要多等一等 这个字有点慢 时间可能会有点 把手机正在开机 把速极限拔掉 然后 原体中文 跳过 下一步 已经没有账号密码了 设置屏幕锁 稍后 稍后设置 给机主自己设置去 这里登录自己的账号 账号已经没有了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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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同意 稍后 开始体验 OK 完美解锁成功 跳过 OK 现在看一下 手机 已经没有账号了 看到 回去 登录自己的账号 就可以了 就录到这里 然后 你们需要解锁的 可以联系我 就录到这里 需要解锁的 可以 私信给我 联系我 不管现在 已经升级了 不管华为 欧婆 小米 还是 都可以解 很 基本上都能解 感谢支持 然后 等待给老天发回去 双击关注666